位于浙江省丽水市的景宁是全国唯一的奢族自治县,是一处独享安逸的诗意戚居地,一片隐匿于山水之间的桃园乡,更是远近闻名的养生福地和休闲圣地。 在景宁奢族自治县县城西南五公里处,坐落着一座古叉惠明寺。 该寺庙建于公元861年,因惠明禅师而得名,海拔近600米。 依照杭州陵影寺而建的惠明寺,背靠百姆梯田和茶园,参差错落,风景优美。 山上树林繁茂,泉眼众多,涓涓细流,大汗不合。 寺庙以清静安逸待客,为奢明延续着香火。 这里最著名的当属惠明寺边的一口南泉,水质成青甘烈,拥有丰富的矿物质。 惠明寺又因曾获得1915年巴拿马博览会金奖的惠明茶而闻名。 在古老而神秘的惠明寺里,藏着佛家对奢族人的一片慈爱之心,展现了奢族人热情厚道的民风民情。 别具光影美学的惠明茶工坊,彰显了禅艺与茶道融会贯通,博大精深的迷人风采,让游客在这里享受世外桃源般的美好生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